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搞笑的事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本人除了在油管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微不足道的,影响力近乎为零的 这么一个小频道之外 其实我本人在国内一些平台 也有自己的频道 说句大言不惨的话 国内的频道做的比我目前油管的频道要好一点 今天或者说这两天 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发现在国内的几个大的平台 可以聊高晓松 但是不能聊梁红达 我不知道别的up主 自媒体 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现象和问题 总之我是遇到了 就是我聊同样的内容 因为咱不会做那种什么一个平台聊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表台聊另外一个内容 就在同一个主题下边 是吧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个咱也做不了 我就是同样的节目 同样的内容 一秒钟都不再差的 你上传高晓松的视频 在几个平台 都没问题 但是你上传关于梁红达的 就不行 当然不行了 它也分两种 有一种是 你上传的时候 它就不让你传 你上传之后 它不是有一个后台审核吗 它就直接把你退回了 说你违反平台什么规定 但是你看了半天 我感觉好像也没违反 对吧 我言语当中不带任何脏字 是吧 然后说的基本上也是个人观点 也没有故意的抹黑和污蔑 都没有 也没有违反什么这个法 那个法 都没有 也不涉及到任何敏感的宗教 什么的 没有 全没有 结果退回 有的平台是上传成功 后台审核也成功 然后你在那上面待了几个小时 播放量也不错 几个小时几万吧 播放量也可以 结果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就给你退回 原因也是跟前面平台的理由差不多 涉及到什么 违反了平台规定 这个视频被下架 我就奇怪了 但是你发现 我之前聊高晓松的视频 是比老梁的视频要早很长时间上传的 都没事 安然无恙 这啥情况 我之前我因为这个问题 我还跟我们一个油管里的一个哥们 私底还聊这个话题 我说怎么国内老梁什么情况 是吧 不能谈他吗 他和高晓松不都属于公众人物吗 他又不像是袁腾飞 袁腾飞三个字属于在国内是禁忌 知道吧 你这视频当中只要出现袁腾飞 这三个字 你这个作品肯定上传不了 但是 这二位不是还是在台面上的吗 也没有说风杀谁 我说为什么老梁不能聊 高晓松能聊呢 结果那兄弟就说我 他说你可能想简单了 他说你要看一下 老梁现在在很多平台 人家都是签约的创作人 签约的名嘴 很多平台还是力捧老梁的 你这种情况下 你跑人家平台去怼人家 流量的头部 顶流 大V 人家能饶得了你吗 他这么一说 我后来仔细这么一看 的确是 我们还是幼稚了 我们还是单纯了 闹了半天 的确像朋友说的那样 老梁在很多平台的播放量 还依然是非常高 我可能视频当中也提到了一些老梁 我说你最近跟哪些人接触 跟哪些人走得近 去参加谁的螃蟹宴去了 带着谁去的 你就见了谁 我这视频当中都没提名 一个名我都没提 因为这帮人的名字基本上全是禁忌 全是敏感词 即便如此 视频也发不上去 值得深思 我们由此可见 梁老师在国内人的家上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起码在媒体圈子 可以 拥躬不少 我就说负责掌控媒体的 或者说人家这些平台的这些负责人 很多我看都是老梁的 要不是粉丝 要不是朋友 要不是哥们 要不然你看 对他怎么这么友好 难道现在人家是因为高小松 目前抢导众人推 破骨万人垂 所以大家上去踩凉脚也无所谓 对老梁我们就得保护起来 这还是我们大师 有些人叫老梁叫国师 我妈呀 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老梁 私底下见那些人说那些话 总之 这事我不知道别的自媒体 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反正在我身上是这种 这种情况 谈不上生气 说实话 谈不上生气 你说你费劲半天 做了节目 花那么多精力 就会上传不上去 谈不上生气 我只是觉得有点有意思 搞笑 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来梁洪达和原腾飞属于两个极端 原腾飞是全面封杀 谁都不能聊 那么梁洪达是还在力捧 当红炸子机 然后也不能聊 当然我不知道你要夸梁洪达能不能上船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 也许可以 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俩人的殊途同归 说白了 他就是都不能聊 一个是被禁了 不能聊 一个是没被禁 也不能聊 搞笑 我就觉得挺搞笑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 网上可以去自己去测试一下 以偏盖全 我只是说管中溃爆 我不说人家别人 我就说我自己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视频基本上就到这 我们下个再见